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俄罗斯境内方向 据乌克兰总参部报告 31日夜间 乌军用海王型远程导弹 袭击了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 卡夫卡兹港 导致卡夫卡兹港附近的一个码头和油库 发生爆炸并起火 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表示 俄防空系统击退了大量来袭的无人机 这次袭击损坏了油库的三个油罐 俄媒体表示 乌军袭击了港口的至少两个设施 并破坏了为克斥海峡大桥供电的变电站 卫星图像证实 在袭击之后 卡夫卡兹港口的一个石油码头油库 遭遭破坏 以及油库附近一列 载有燃料的铁路列车受损 上面装载至少有三辆坦克被烧毁 所有的俄军船只 也被迫得从港口撤离了 另外 乌军还用远程无人机袭击 并摧毁了俄境内 阿米杨斯克附近的俄军价值1亿美元的 IED远程雷达系统 该系统据说可以为前线直径 380公里范围内的部队 提供空中电子站保护 但竟然被飞行速度相对缓慢的 无人机摧毁了 这叫 打焰的叫焰捉了眼了 实在名不服食啊 哈尔科夫前线 根据最新消息 过去24小时 俄军试图对乌军控制的沃夫昌斯克 进行小规模的步兵推进 但没有成功 双方仍在进行巷战 另外 据武汉总参部报告说 昨天 俄军在立普其方向再次集结兵力 可能会发动进攻 但由于西方已经允许乌军使用原武器打击哈尔科夫对面的俄方领土啊 导致俄军士兵无法完成大规模的集结 俄军最多只能够形成连排击的集结规模 就被乌军炮火取散了 所以即使俄军发动进攻 也不会取得像样的战果 一个俄军士兵发布视频 称他的部队已被调往了立普其附近 准备反击巴姆特前线 昨日 俄军两次袭击恰西比亚尔 军被乌军打推 并进行一波反推 不过俄军强大的炮火就打回去了 这种拉锯战是常见的 在此期间 乌军对美国援助的MXX防雷装甲车 暂不绝口 在面对恰西比亚尔前线强大的炮火 满载乌军的MXX防雷装甲车安全返回 他们在短短百米路程 能受三种武器的轮番攻击 一架FPV 一枚地雷一枚榴弹炮之后 安然无恙的绝战而起 阿富提普卡前线昨天 俄军主要向波克罗夫斯克 和库拉霍夫方向发动了进攻 在谢尔维斯克西服瑞克地区 俄的活动有所增加 乌军对俄军的攻击进行了猛烈的反击 干掉了俄军大量的坦克和步兵战车 克里米亚方向 昨天俄军继续用导弹和无人机 打击半岛的俄军目标 2024年以来 乌军可以说几乎已经打变了克里米亚 所有的重要的目标 显然克里米亚会成为乌军未来 反攻的主要的方向 31日夜 俄军从别尔格罗德用导弹和无人机 袭击乌克兰多地 乌军防空部队激怒了飞向基辅和 扎布尔热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 但飞往哈尔科夫方向的导弹中 由于距离太近 没有被拦截 其中两枚导弹 击中了一个居民区 导致了5人死亡 25人受伤 几天之前 准确来说是5月25日 俄军的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的一个建材超时 造成至少18位的平民死亡和多人受伤 这也刺激了欧美松口 允许乌军使用其武器 袭击俄罗斯本土的原因之一 乌克兰毫不失误 据刊源情报报道 当天夜里乌军就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 至少有8枚由海马斯发射的GMR-RS火箭弹 袭击了比尔格罗德州 俄罗斯消息人士也称 自周五晚间至昨天以来 乌军已向俄罗斯城市比尔格罗德 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 火箭弹从沃夫昌斯克南部的 M142海马斯发射器发射 随后俄罗斯城市响起了防空警报 今天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地区的多个地点 发现了从142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弹碎片 相信这是乌军在夜间的一次袭击中 首次使用美国的武器 对俄领土发动了袭击 目前除了意大利和比利时 乌克兰的欧美盟友 都已经允许乌克兰用他们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的本土了 连斯基在斯德格尔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已正式发出信号 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 打击俄罗斯领土 美国官员进一步的解释说 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海马斯多管发射导弹系统 JMLRS制导弹药和火炮对俄本土进行了打击 不仅仅适用于哈尔科夫地区 但这一许可并不适用于使用远程导弹 说明美国禁止对俄罗斯纵身的 如穆斯科这样的地区的远程打击的政策没有改变 另外一位美国官员向战争地带记者投入 拜登总统近期要求其手下 务必保证乌克兰可以利用美国供应的武器 在哈尔科夫展开反攻 以便乌克兰可以对俄罗斯部队发起攻击 无论是攻击还是正打算攻击他们 但我们取消在俄罗斯领土上 使用地面战略导弹系统 或者说是远程攻击的方针 一些莫斯科人来到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抗议美国允许乌克兰用其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 他们高唱喊和平美国炸死拜登 我们知道谁是敌点 5月31日 俄乌双方进行了战俘交换行动 一共有75名乌军战俘获释 其中包括19名折导的背负战士 14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守军 以及10名马里乌布尔保卫者 另外还有4名平民 俄罗斯将许多战争早期的战俘 扣押到现在才释放 真是惨无人道 相反 乌方除了因为犯罪被判刑的俄军战俘外 早期抓获的俄军战俘已经全部的释放 被送回来的乌克兰战俘的身体状况 堪忧 充分反映了俄罗斯对战俘的待遇非常差 这有为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规则 即将卸任的荷兰外交大臣布鲁因斯 兹洛特表示 荷兰与丹麦一样 希望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的领土中 使用F16战斗机 比利时对此持反对态度 与美国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乌克兰计划于2024年 6月15日至16日 在瑞士举办和平峰会 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公斥 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公斥 所谓和平公斥就是泽连斯基 在和平峰会的与会者 就三点共同制定行动计划 自由航行 核能和能源安全 战俘交换和遣返非法驱逐儿童 瑞士和乌克兰都希望全球广泛参与 并向约160国家发出了邀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北欧五国之行 仅仅一周时间就跑完了西班牙 比利时 冰岛 瑞典和挪威 给乌克兰拉回了几十亿军援物资 和十几亿的援助资金 各种签约和交谈 演讲 让他忙得不亦乐乎 这种外交能力和高效率 恐怕让硬汉地宝南 难忘其向背 这期间泽连斯基甚至还创下了一天之内 连下三成 与三个国家成功签署了安全协议 和拿到了援助清单 这恐怕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 泽连斯基还透露 他已经与阿根廷总统米莱 以同意为两国的军队建立一个乌克兰阿根廷联合武器生产项目 连续几天在北欧取得罕见的成功的外交之后 泽连斯基总统又马不停蹄的 与昨天已抵达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的对话会议 这是亚太地区安全议题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此外 他还将在新加坡举行一系列的会议 并发表演讲 以呼吁亚洲的领导人初级本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泽连斯基正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征服世界 他不用枪炮 火药 飞机 战舰 而是以一种坚韧不拔的勇敢和义正言辞的说服力 为自由世界永久的和平 集聚气场 来打败野蛮对现代文明世界的挑战 5月29日的生意人报报道称 拥有全球自卖通市场的阿里巴巴公司 最近进一步的收紧了俄罗斯业务的条件 他已停止接受卢布付款 也不允许向俄罗斯发送货物 俄专家伯布·佐夫在接受生意人报记者采访时称 除了一些银行外 俄罗斯卡的付款不再通过了 阿里巴巴还承诺俄罗斯买家以付款项 在几天内将被原路退款 就阿里巴巴而言 其业务遍布欧美国家 遵守美国的法律是阿里巴巴首发经营必须做到的经营底线 因此要像小银行一样继续参与俄罗斯的业务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银行支付比在特定市场上购买与交付有更多的选择 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韩之后 阿里巴巴就开始停止了投资速卖通的俄罗斯子公司 2023年 该公司在俄罗斯收入下降36% 接近了100亿卢布 预计2024年 速卖通俄罗斯子公司的收入将下降80%以上 只20亿卢布左右 前不久 某人访问了 戴利斯发了一份联合声明说 双方将努力不间断的相互解决贸易问题 但文件中没有详细的说明 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具体机制 这位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某人疑似失败的外交 国防大学教授东方斌前天发文称 俄乌战争再次印证一个基本的道理 不管大国还是小国 只有紧随世界大势亦或人类文明走向 才能顺势而为有所成就 凡逆势而动与文明作对 结局往往是悲剧 凡与大势冲突 与文明背道而驰者终将被淘汰 婆粉们 你们能看懂工方斌教授的这段话的道理吗 算了吧 以你们被残的目与脑袋 是难以理解这里面包含的逻辑 必然意义的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的节目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由你